阶级固化是几年来 社会学者们非常重视第一种社会问题 其接受先进教育的穷人后代 因为缺少资源 要想获得相应的成就 难度高出上层皆次数倍不止 反观名门望族的儿女 因为有视野、资源、观念等关键因素存在 哪怕过地在平庸也是一时无忧 生活小康 在现实中人们对于阶级固化无能为力 就连漫画中也是一样的 一、充满现实的虚拟世界 比起落序、清晨的日本漫画 以漫威为代表的美漫通常要更现实和黑暗一些 美漫中的超级英雄之间也有着严重的阶级固化 在漫威早期漫画中 妇女 黑人朗朗是被欺凌的对象 大部分反派都来自这些阶层 而超级英雄不是科学家 博士就是天神、土豪 在漫威开始电影纪元后 官方开始着力塑造妇女 黑人的超级英雄一旦化阶级矛盾 二、妇人靠科技 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中 钢铁侠是富人靠科技的典型代表 托尼斯塔克除了是一名超级英雄 还是一个亿万富豪、企业家以及花花公子 钢铁侠的力量与能力来自于他穿着的先进钢铁战衣 这些战衣支持着钢铁侠应付各种各样的困境 而钢铁战衣造价不废 每一具价值都能超过一家战斗机 这样的战衣钢铁侠有40多具 三、从人靠变异 蜘蛛侠与钢铁侠对应 是美妈咪口中从人靠变异的典型 蜘蛛侠彼得帕克原本是个高中生 他过于害羞内向的性格让学校同学都喜欢欺负他 一次后然让彼得帕克化身为了蜘蛛侠 本着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心跳 蜘蛛侠成为了一名超级英雄 因为前后反差太大 粉丝们总是笑称蜘蛛侠是吊丝逆袭 四、戈潭的超能力者 要论最有钱的美满人物 蝙蝠侠布鲁斯维恩绝对当仁不让 布鲁斯出生于戈潭是四大家族之一 白天他是放荡不羁的富二代 夜晚他是闻风尚短的黑暗骑士 蜘蛛侠之所以令人着迷 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超能力 他从来都是凭借意志和智慧与强的周旋 每当正一联盟中的英雄询问蜘蛛侠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布鲁斯就会回答有钱 五、不能变异 可以变态呀 蝙蝠侠的苏体小丑是美满最具代表性的超级反派 他本来是个渴望成为戏剧演员的地层小人物 他为了筹钱给妻子治病而被罪犯利用 在命运的捉弄下 小丑还是通失了他的妻子 自己也被化学炎料毁荣 绝境令小丑变得疯狂 连反派们都被小丑感到畏惧 因为小丑是纯粹的邪恶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毁灭人性 六、通过现象看本质 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固化 在漫画中又发了矛盾 一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在漫画中被放大 很多作品中富人和穷人 甚至已经不再是同一个物种了 就算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没有资本之称也会走投无路 甚至惨遭迫害被逼成为反派 而向复仇者联盟 正义联盟这样的组织 全都建立在资本之上 只有一万富翁才是英雄游戏永恒的主角 七、打破常规的异权 异权超人是今年大火的日本漫画 面对所有敌人 主角其余都能异权解决 作者用这种非常规的角色 打破了阶级固化 在这部作品中有钱不会让你更强大 正义的信仰不能帮你战胜敌人 努力与汗水在怪人面前一文不值 强者永远遥不可及 这种超真实的代入感 让一群超人成为最能引起 观众内心功名的漫画作品 未经许可言